自所以选择工业工程系 是因为工业工程它是将传统的工程制造和现代的工程管理相结合的一本学科 这是我觉得也是未来社会所发展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的目标是通过对人资源的合理利用而达到一个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来到普渡的原因是因为普渡的工业工程系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也是排名和生育也是非常的高 它包含的范围有人因工程制造工程和系统管理等各个方向 所以包含的范围可以使得以本科工程背景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合适的方向 我觉得这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必义的 谢谢 选择工业工程是因为这个学科非常交叉 不是死板的做研究 而是有很多实际的应用非常贴近生活 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选择普渡工业工程是因为这里的导师研究方向非常广 跟其他的院系有很多交流 在公司跟工厂也有一些实习啊 合作的机会 而且这里有很多国际学生 特别是中国学生 这边的IE系也就是工程工业工程系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包括去科业界的方向也有包括你想去工业界的方向 这边科业界和工业界的导师也非常的厉害 你想进科业界比如说我们组是非常在这个科业界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为什么选择普渡呢 因为普渡本来在工程这个方面 就是在全美排名非常高的 而且你以后想要进那个工业界有很多知名的校友可以帮助你 所以对你以后的未来的前程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觉得工业工程 也就是IE这个学科 它有非常强的一个学科综合和交叉的这样一个领域的研究范畴 那么我觉得这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综合上面的一个能力 它让我们有一个开阔的视野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IE有非常强的一个工具性 它能面对工业生产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 而去产生的 那么我之所以选择普渡IE呢 我是当然第一 因为我喜欢普渡 第二是因为我觉得普渡IE的这个教授 还有它各方面的软件硬件师资力量 都能给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持 然后来到这里之后我也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找到了自己兴趣相投 并且也希望为之努力的一个奋斗的方向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工业工程就像制造业的先锋 它就像一双眼睛让你能够从最前瞻看到 制造业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道路和曙光 那么普渡的工业工程系 它包括了制造 原因 运筹等不同的领域 在这里是一个智慧火花碰撞的地方 老师和同学们来自从不同的视角 去探索出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和革新的可能性 能成为这个先锋团队的一员 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